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一两年 就是刚好压力很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两年 不就是你刚好认识你老婆 然后结婚跟生小孩吗 你压力大到这样了 我有生小孩 都有克力 你老婆有生小孩 但不确定你有没有 有 你娶生的 所以这真的是 每天大家压力真的好大 所以今天要讲的话 我们到底压力有多大呢 我们就请到了我们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他就是 没有戴他那个发带 他脑子会散开 我们的杜思梅 那第二位呢 国际巨星 国际巨星 冯迪索的弟弟 喇叭索 那但是呢 摄影棚也要戴墨镜 你看压力有多大 压力大 第三位不用介绍了嘛 对不对 她妹妹在 她的压力有多大 你看看 真的 天天把压力当作动力 欢迎我们台湾团的代表 欢迎三位 谢谢 那这边就是压力的来源 他们是抗压力弱到破表 完全没有压力 我们联合国新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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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忙碌多变的社会环境里 人们在生活上 有太多无情的压力 而这些外国新男们 对于台湾和自己的国家 又感受到了哪些压力呢 製作单位呢 很精心的 也整理了一个板子 真的 老外眼中 台湾人压力超级大 第一位就是孟多 到底是什么压力呢 请看 爸妈当众骂小孩 对嘛 我跟你讲 像那个日本人 当然就是说是骂人家 但是呢 我觉得是台湾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像日本人 就是大家吃饭 餐厅的时候 就是小班牙不太会跑来跑去 那就是说 如果骂小班牙的话 就是小生 过来过来 不错吧 那边去就不错 静静静 这里 这两个小孩会听啊 对啊 对啊 没有 台湾就是 第一个 比如说 大家比如说吃饭 餐厅好了 就是小班牙跑来跑去 我发现台湾的爸爸妈妈 不太会骂小班牙 我觉得这个OK 但是就是因为小班牙 小班牙不懂 有一次哦 太夸张了 就是一个高级餐厅 然后这个小班牙跑来跑去 就是 那我哭啊 然后就是 因为小班牙是他 就不懂嘛 所以就是 刚好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在隔壁 所以说 我说不好意思 那个可不可以就是 控制一下你的小朋友 他我就好好讲 结果他说 超级大声 那个女生就很有气质 但是就是突然 他讲的没错啊 对啊 就是你害了那个小孩 因为你已经在抗议了嘛 对 那我们当然要责备两句啦 对啊 那来这边啦 我们来看少侠 学生在教室睡觉 对 就是没压力才睡得着啊 好放松啊 没有 对 是学生难得放松 因为我觉得台湾学生真的太可能 真的 因为他们早上很早就要起床 然后到晚上都很累 我之前在教德文嘛 那我每次进教室 就看到学生都在桌上睡觉 我在德国不太会看到这个画面 因为我们德国可能下午一点半就下课 回家就可以玩一玩 那么早 对 下午一点倍啊 在欧洲学校是这个样子 对 那台湾学生就是可能 刚才下高中的课 晚上还要补习 补习德文 英文什么 那我每次进教室 他们就很累 那我也不能怪他们 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但是我也很希望他们可能 德文就是再积极一点 因为我也不想浪费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钱 所以我跟其中一个学生说 我发现他可能每个礼拜都没有好好背单子 我跟他给他一些建议说 那你可不可以在家里 对 在家里多听一些光碟 他们的课本里面付一个光碟 那他说不行 我住在宿舍 学校的宿舍 那我觉得 那个学生特别可怜 有一些台湾的学生 他们不像学生 他们是那种监狱里面的犯人的感觉 所以他的宿舍呢 我说那你要不要在那边听光碟 他说不行 我在宿舍不可以用电脑 那我说哦 那你怎么读书 他说一定要去图书馆 我是看书 他们不能上网 不能 我说这样子做报告怎么办 他就说就只能看书 我说哦 哇 那你可能就是每天都看课本好了 他说可是他每天要考试 会不会他其实就是不想学德文 那我一开始 那是他 我很相信他是一个很乖的人 很乖的学生 那他就说每天十点就要关灯 十点就要去睡觉 那十点前他就会准备隔天 每一个其他课目的考试 所以他完全没有时间读德文 所以他不会记不可以 完全不能怪他 我觉得好可怜啊 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就是学习自己想要学的东西 对 我觉得少佳讲得很对 有时候开车看那个台湾的学生啊 过马路下课的时候 每一个 笑起来都不快乐 愁眉苦脸 都愁眉苦脸了 因为想说又要回家了 家里好可怕 那是你 其实你 台湾的学生是上到比如说四五点 所以他们中午需要睡午觉 那德国或是其他国家是学生没有睡午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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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看一次手机 对 我觉得很多台湾他们的压力大到他们无法活在当下 就是一 活在当下 对 讲得会不会太严重了 我觉得就是也来自于就是上课 你知道当下是什么意思吗 现在 对 现在 现在 所以呢 我就觉得也像就是你在念书 你一直要去念书 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跟你朋友聊 真的面对他们聊天 然后很多人都习惯用手机 那比方说你做解决运 你要画手机OK 蒙朵在这样画 你要画手机OK的 对 为什么 没什么价值啊 对啊 没有 但是比方说 我去那个春娜的时候 然后 不就是一大堆朋友去玩 然后有其中一个台湾朋友一直在画他的手机 我说 你干嘛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玩 要嗨啊 你干嘛一直画手机 是不是网路上的没比较正 有有 不是 那是因为他在玩Pokemon吧 他要抓那个 拔宝 哪是没有Pokemon 他就说 我就想看有没有人找我 我说 兄弟 我们来到这里已经找你玩了 你跟我们一起玩了 为什么你没有跟我们玩 我们来看看任祥 任祥觉得台湾人哪里压力很大 走路好像在跑步 那日本不是更那个 对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真的 我不知道是怕无聊 或者是他们就是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太久了 他们一直要跑来跑去 所以就要在街运上 然后就是要等那个就是要上车 然后很多人就是要让先让那个下车的人先下车 对排队 所以很多人是急灾 然后我就觉得很夸张 好啊 然后我觉得 如果是拼热 你就是干上班 或是下班 我觉得OK 可是周末也是 很多人就是跑来跑去 然后觉得 他后面会不会有警察在追 有可能 可是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就是 是拍的把他们的行程拍的太满了 真的真的太累了 他这样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那个美国人的想法 因为我发现 Justin 只有一天拍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事情 就是半个小时都说 我没靠 我没靠 不是这样子 真的 比方说可能他那天晚上可能要功夫 要练习 我说早上要不要去健身房 我说要不要去那里 不行我晚上有功夫 他就是 还是说这是美国 因为你美国第一大物博嘛 所以你一天只能拍一件事情 所以难怪有一句俗语就说 我没有送美国时间 我觉得我才没有法国时间 法国时间才多 法国人时间才多 买个伴奏可以排一个半个小时 也排 法国是确实是真的 因为他会在聊天到底聊什么 后面肚子很饿你聊什么 上一次我跟小禅 我们有去法国过一次 是 是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 或者在其他地方 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一天要当三天来用 对 很正常要逛啊 买衣服啊 买衣服啊什么的 那个行程拍得不够满 还不想参加 但是在法国 他的时尚品牌之都呢 在巴黎 就好像台北的东区一样 你一去进去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 他们的氛围不一样 那服务生呢 一来就先 送你香槟给你喝 对 很高档的香槟喔 然后就跟你聊天跟你讲 然后跟你 他就当成他自己是一个设计 他是设计师 他要帮你设计 你身上应该穿什么会很好看 是 这是法国人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一整天一个下午 都在那一间店度过了 真的 就这样 太浪费时间了 但是他们很专业在服务啊 是很时尚的角度 你知道法国 素懒之都啊 我跟你讲 他们每一份 结一个账也可以超慢的 然后呢 我们就在那里面 都不会再带 你 ちょ 你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